看一下韓國總統大選這次的變化 終結九年保守派的執政 文在寅是用壓倒性的勝利 得到了這次總統大選的勝利 按照韓國的總統選制 最高票就直接做當選 另外只能選一任 不得連任 任期是五年 但這個選制也很特別 因為沒有連任壓力 會不會使得總統會比較積極 用積極性或突破性的一個執政方式 來替韓國人民或韓國政治 帶來一個不同的一個面向 因為有連任壓力就有討好的問題 這個民主政治一碰到討好 那就是社會福利隨便亂發 好 我們先不管這些 一任或連任的問題 我們看這次投票率來到77.2% 比上一屆的75.8%又再度爬升 而且是創下了1997年的 這個總統大選之後 最高的一次總統投票率 這次結果就是第一名是文在寅 總共拿下了1342萬票 得票率是41% 第二名是洪准韶 拿下了785萬票 得票率是24% 第三名是本來非常有可能的黑馬 安哲秀 僅僅拿到了699萬票 拿下了21.4% 我們回來看一下韓國的地圖 因為韓國地圖大概怎麼分 我們這條線很難畫 這樣畫下來好了 這邊基本上就是百計 這邊就是辛羅 上面就是高勾力 這過去我們的課本有這樣提到 可是因為北韓跟南韓現在分裂 所以基本上高勾力的主力在北韓 這個包括辛羅跟百計 也不能從南韓的一個目前的局勢 來做一個劃分 所以韓國本身有一個審籍情節 跟台灣有點像 可是這幾年韓國的民主化 盡量淡化審籍情節的一個議題 可是投票還是有這個傾向 可是我們看這一次觀察到 因為這邊是安哲秀的票倉 結果官方你看顏色就知道 藍色是文在寅 紅色是紅準勺 可是安哲秀的票倉 怎麼全部變成文在寅的票倉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等一下我們要從國會版圖 讓大家看到 韓國選民這一次出現 非常劇烈的改變 不管是面對朝鮮的問題 面對薩德導彈問題 韓國的選民發出了非常大 怒吼的聲音 我們先觀察一下 從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先從民調做觀察 其實藍色就是文在寅 而綠色就是安哲秀 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安哲秀的民調甚至一度追上 甚至超過文在寅 可是為什麼到選舉前出現崩盤了 另外這個紅準勺 他的民調一直維持很低 可我們在最後當中 怎麼他的選票比民調預估多了快一倍 這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所以第一名民調沒有問題 可是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民調 到底出現哪些的變化 我們就要一一來做一個分析跟觀察 觀眾朋友剛剛記住 剛剛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很重要 因為你要從這個圖來知道 韓國明星的象背 藍色的代表文在寅領先的道審 紅色是紅準勺領先的一個 不管是慶上北道跟慶上南道 這是現在版圖 那安哲秀基本上沒有任何的一個 領先的一個地方的票倉 可是我們要從國會議席 因為國會議席就是按照之前的 這個韓國國會版圖的分析 那一樣有三種顏色 觀眾朋友 安哲秀的國民之黨 基本上在全羅北道跟全羅南道 特別是以光州為主 是一個大票倉 那相反現在最大黨是 紅準勺的自由韓國黨 基本上擁有整個韓國 將近是個多數的席次 所以事實上這一次的選舉出現 很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藍色大幅的擴張 綠色出現消失 紅色大幅度的一個萎縮 所以你看到整個三大黨的勢力 也出現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那最關鍵的原因 大家看到就是安哲秀的崩盤 那整個選情 為什麼在全羅北道跟全羅南道 做一個崩盤 那我們不得不提到 就在1980代發生了光州危機 這個光州危機 它是個歷史故事 可是跟台灣的228非常像 觀眾朋友 就是政府開始屠殺人民 那這個228跟這個光州的人民 不管是為了民主 還是為了經濟的原因 那長期的失衡 那基本上起來反抗政府 所以光州危機 光州世界跟228危機 雖然時間差了30、10年 可是本質一樣 可是光州跟228 這個世界 一個發生在韓國 一個發生在台灣 卻出現本質的變化 為什麼 因為當時鎮壓韓國人民的是全斗煥 鎮壓228的 當然我們知道 直接領導的是蔣介石 可是韓國人很聰明 他們知道全斗煥 不過是美國的傀儡 我要打敵人 我幹嘛打傀儡 我當然去打這個傀儡 背後的那個主人 你懂意思嗎 所以從整個光州危機之後 整個全羅北道跟全羅南道 變成整個韓國最反美的一個地方 跟最反美的力量 可是台灣228不一樣 台灣人就喜歡打傀儡 打銅像 你知道嗎 每天去割人家頭像 每天去玩家傀儡 可是重點是這個傀儡跟銅像背後的主人是誰 台灣人不關心 你懂意思嗎 所以在光州世界之後跟228實驗之後 為什麼會出現台灣跟韓國的差距 因為韓國人他不打傀儡 他打傀儡後面的主人 台灣是專門追著傀儡 跟追著銅像 跑來跑去 你懂意思嗎 所以今天砍誰銅像 砍誰銅像 還用重大刑事案件來辦 所以你知道台灣跟韓國的民主的水準其實差蠻遠的 所以我們看這一次選舉整個變化 外面跟我們現在解讀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次文戰也能夠大勝 基本上有幾個原因 我們看到包括左派跟右派的矛盾 另外包括了中美之間在薩德導彈的一個衝突 韓國人他們並不簡直是請中 我們今天很多標 我在跟小編講說 不代表親中派大勝 這個反美不代表親中 可是這一次可以講是反美派的大勝 反美不代表親中 觀眾朋友不要說文戰也是親中派 我看很多大陸媒體講的是親中派 反美跟親中不見得是等號 所以我們這一講 不見得叫做親中派大勝 可是確定是一個反美的韓國人的大團結 您的觀察 韓國政治裡面有幾個因素 比如說民族主義 比如說派閥政治 比如說威權政治 還有地方主義 這些因素交雜在一起 成為你要分析韓國政治 就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是非常困難的 我自己認為安哲秀會大敗 可能會有一個很大原因 就是他的政黨的基層實力不足 也就是說他在地方的淵源可能不夠 你看他現在他自己的家鄉 這個所謂湖南地區 他都沒有得到優勢的得票 大敗 對 這個就變成他一個很大的麻煩 沒有基礎的話 就表示他以後在韓國的政治對不對 可能 不太可能會有未來 除非韓國的政治有另外一個機會 讓他重新去領導韓國 這個機會是能夠超越 整個地方派系的運作 文在寅不一樣 文在寅從光州事件 當學生時代開始對不對 就投入這個反對運動對不對 為了反對運動還被送到部隊裡頭 對不對 差點被搞死 那能不能活下來對不對 至少可以證明他八字很重 所以在這次 投入證明什麼 證明他八字很重 對 至少上2012年沒選上對不對 但今年對不對 終於可以薛恥復仇 也表示說他這個八字中對不對 命中就注定要當總統 他到底將來會走什麼樣的路 我們不知道 但是交達在韓國政治裡面的 這個急骨力量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地方主義 就是韓國 就全世界的政治 其實都有地方派系 但是地方派系或者地方主義 作為韓國政治一個特別的基因 他又有他這個歷史的這個意義 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韓國對不對 在這個14世紀開始 就是進入了這個 李氏朝鮮時代 這個李氏朝鮮時代 從這個1392年開始建立王朝以來 他前面的100年對不對 掌權的叫做這個 這個勳舊勢力 勳就是功勳的勳 舊就是舊派的舊 新舊的舊 這個勳舊勢力 表示這些人是幫著這個 這個四中大王對不對 建立這個李氏王朝的這些工程 到了14世紀 這個15世紀以後對不對 那又形成了這個 所謂的士林時代 所謂士林時代就是由士大夫 跟地方的士生結合在一起 以前有百計星爐高勾力去而已 這個是在李氏 朝鮮李氏王朝建立之前 在採有所謂的高勾力 這個新羅百計 高勾力其實就是現在的東北 跟北韓 靠北邊的這個地方 北韓現在靠南邊的 這個就是東邊的 就是現在韓國所謂的 關東地區 就是靠東邊的這個地方 信尚南道 信尚北道 江源道這個地方 是屬於這個新羅 另外一邊就是屬於百計 相對是比較弱小的 新羅百計以前是水火不容的 因為後來新羅 把百計給吃了 最後高勾力又把這個 朝鮮給整個統一下來 觀眾朋友 我們講不精確來講 這邊就是閩南人 這邊就是客家人 觀眾朋友 你懂一次嗎 就是閩南人比較多 把客家人欺負 所以他們之間是閩克的衝突 但是台灣現在也慢慢淡化了 其實在韓國也慢慢淡化 就是閩南人一直欺負客家人 把客家人都趕到山上去 基本上 所以台灣客家人在山上 就閩克的問題 閩南人本身有些 漳州泉州的一個洩鬥問題 後來來了一個外省人 把他們全部都抓起來了 差不多意思 你要這樣子解釋也可以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對不對 從這個14世紀 李氏 朝鮮 王朝建立以來 對不對 那麼他那個時候對不對 就其實有意識的對不對 透過貴族跟地方士生的統治 去作為鞏固國家權力的一個基礎 那在這個15世紀到16世紀 17世紀 甚至於到18世紀 日本人正式併吞韓國之前 韓國基本上就是由李氏王朝控制 然後透過地方的貴族政治 我跟大家看一個 這個是韓國很有名的平山書院 韓國是一個儒教非常發達的國家 他一天到晚講的 孔子是屬於韓國人也有他的道理 因為中國人現在都不太注重儒道 韓國人相對比較注重儒道 他講這個話有他的底氣 在這個大概16世紀以後 到15世紀以後 特別是李氏王朝建立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建立所謂的官學制度 中央在開城有陳軍館大學 陳軍館就是 也不是 就是一個官學的制度 培養人才的制度 主要是培養貴族 子弟 唸書 唸書的一個地方 然後地方有鄉學 再下來有書院 這個慢慢形成一個 朋友體系的一個教育體系 後來又發生一個政治體系 特別是在這個16世紀 這個是趙光祖 你要知道這個韓國 或者講朝鮮早期 其實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很大 李氏王朝其實跟唐朝一樣 開國的時候都是以道教為國教 一直到趙光祖在16世紀 以後對不對 極力的發展魯學 提出來這個獨尊儒術 霸主百家的這個思想 尤其像這個中國漢朝 是在讀中書一樣 韓國那個時候才以儒道 作為立國的這個國學 或者說立國之道 所以儒家或者說這個士林讀書人 對於韓國的政治 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些有讀書 或者說在朝為官的這些讀書人 這個在朝為官的時候對不對 就制衡皇帝的權利 一旦失去權力以後 就回到家鄉去教書 在書院裡頭 形成地方的這個輿論 跟中央的這個當權派結合在一起 形成王權上的一種制衡 所以這個韓國的地方主義 由他特殊的歷史源源 他不是只有血脈的問題而已 還有包括知識的傳統 在這個日本統治韓國期間 在這個20世紀初期 曾經爆發一個所謂義兵運動 義兵運動就是韓國人 對日本統治階級 展開這個武裝動盛 也是以這個書院為核心對不對 所建立起來的這個地方武裝勢力 所以你就曉得 韓國人這種強悍的民族精神 對不對 民族個性對不對 加上這個地方的這個歷史傳統對不對 他在 他地方對於這個 全國政治影響是盤根錯節的 而且歷史非常優遠的 回過頭來再看 另外一個很大的勢力 就是美國人的勢力 要知道美國要是戰後對不對 把民主政治引進韓國的這個國家 最早就是跟軍方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韓國軍方現在相對於韓國政治 還有很大的這個獨立性 朴槿惠為什麼會答應 這個部署薩德系統 就是受到韓國軍方的影響 那韓國軍方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又是美國的這個影響 然後從朴槿惠的爸爸 朴正希開始對不對 他就跟美國軍方走得很近 然後又在美國人的這個援助之下 成立了韓國的現在的所謂裁罰 所以裁罰軍方跟美國人 又這個形成一個鐵三角同盟 對 制衡國內 還有韓國國內的這個政治 就是說形成韓國國內政治 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要素 對 朴槿惠爸爸 對 朴槿惠不乖的時候 那基本上 這個在韓國被歸類為 清美或者叫做保守派 是 那像文在岩這些 透過基層爬上來的人對不對 在韓國就屬於反美的 就屬於自由派 那到底會不會請忠 那看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 但基本上自由派對不對 相對於是把北韓 當作談判的對手 對 那保守派是把北韓當作敵人 這個從金永山時代開始 就有這個政策 一直到這個金大宗的時候 又把它變成 把北韓當作交涉的對象 然後到了這個李明博的時候 又恢復成敵人 經過朴槿惠到現在都一直被敵人 那我認為至少文在寅上來 一定會延續 金大宗的陽光政策 你這個跟台灣很好笑 就是八年大陸是我們敵人 八年大陸是我們朋友 八年大陸是我們敵人 八年大陸是我們朋友 其實南北韓 韓國跟朝鮮關係也是這樣 到底是敵人朋友 其實 其實韓國這些保守派的政治人物 把自己搞得真的很四不像 為什麼 像這個1971年 尼克森訪問這個中國大陸 那時候台灣跟美國還有建交 台灣跟美國還有建交 但是尼克森可以完全不顧 台灣人的感覺或中華民國的感覺 直接到北京去看毛澤東 然後還簽訂這個上海公報 後來沒多久就開始建交了 韓國你看這一次 特朗普對不對 或者說川普 在公開的場合說 他要到北韓去訪問 他要邀請金山胖 金山胖對不對 到美國去訪問 完全沒有跟韓國去商量 我覺得這個是韓國的外交政策 要好好的檢討 對 把飛彈擺在我家 還有我買單 對 然後對不對 你要去跟我的敵國對手 對不對 去談判 也完全不跟我商量 和平紅利你拿走 戰爭紅利你拿走 和平成本我負擔 我負擔 韓國人的智慧 比台灣明顯高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文在寅能夠贏 跟這個因素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韓國人一直覺得 被美國人耍了 被美國人賣了 連簽的FTA 川普都要說重新來 你知道嗎 這個韓國人情何以堪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美國操縱韓國的選舉 可能是因為白宮現在的亞太政策的班底 都還沒有建立起來 所以操作的有點荒腔走擺 我們看一下 簡單的講 我們就引用國際媒體 就讓大家瞭解 這次韓國的政治傾向 像文在寅第一個是延續陽光政策 所以你看紐約時報 就想美韓同盟考驗了 另外他準備重啟開城工業園區 文在寅政府應該是回歸金大洲 盧武宣政府的陽光政策 陽光政策就是跟北韓進一步做 經貿 政治各方面的全面交流 在韓國跟日本關係 因為這次最大問題就是 朴槿會修改的課綱 對於整個日本清韓的歷史 進行的更改 把韓國人搞得非常不爽 所以韓國跟台灣也不一樣 因為日本人親台 這個主要也是跟朴槿會的爸爸 博正希 在日本時代 他就是官軍軍的 就是日本皇軍 所以他當然覺得 改成日本 要改過來對不對 可是在韓國不一樣 因為朴槿會的改克綱 讓韓國人民實在 通不下這個恐懼 所以整個包括衛安婦 衛安婦前面 因為日本大使館前面 有個衛安婦跪在那邊 坐在那邊 所以後來說花10億 大概是6千萬日元 10億日元要把它移走 就是日韓友好 現在這個要裝回去 所以日本要把錢要回來 反正搞得很難看 另外是針對六方會談 跟大陸的關係 基本上比較是正面 我們看一下安哲秀 安哲秀第一個就沒有了 人質還在人家家 什麼叫人質 官媛念過村中戰國就知道 他的女兒還在美國當人質 當人質過得很舒服 官媛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有個總統 也是把人質送到美國 就被美國踢回來 而且房產沒收 官媛你知道台灣哪個總統呢 人質 人質要送過去還不接受 還把你踢回來 但他的人質又不錯 送在美國念MBA還念冰大 冰大那就是貴族學校 這所學校講滿經典 10個有8個是靠捐錢進去的 觀眾朋友 這個學校 尤其是商學院 早上有1000萬美金 蓋個圖書館蓋一些事就進去了 所以女兒在美國 反對薩德後來轉移支持 就是這一點讓光州 尤其是他的全羅北道 跟全羅南道的 整個制度完全崩盤 那他提到美韓同盟 修復日韓關係 都讓他整個制止垮掉